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回应称 陈水扁这么怕被自杀 就进台中监狱藤个房 把他关回去 国民党发言人王洪威也怒批 港回的中间最安全 自台湾中时电子报3月31日报道 陈水扁30日在社交网站联署发文 称有激进的韩粉可能对他不利 他还扬言称 现在的高雄让他的安全无法或保障 如果他有三朝两短 有人说他自杀 那他一定是被自杀 陈水扁直播视频截图陈水扁在另一个直播中声称 自己不怕死 但不能死得不明不白 他还向韩国语喊话 要谈针对这样的威胁警告 出来说个清楚 陈水扁因叹污案被判刑 目前正在宝败就医当中 但他在这期间 仍时常在网上发表言论 去年11月 陈水扁幼儿 参加收破20周年晚会来源 台媒陈水扁身体随时能好能坏 需要坏的时候就会坐上轮移 图片来源 台湾联合报 台27日曾在社交网站脸书上直播 大骂高雄赤上韩国于25分钟 声称 如果韩2020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大家一起死 台湾东森新闻云此前报道截图 不仅陈水扁大骂韩国于 起自沉至中海空 告韩国于败话罪 对此 韩国于当时回批 这对父子很奇怪 更有不少岛内网友敲侃称 陈水扁大骂25分钟 说明其身体情况不错 可以关回监狱 然而 陈水扁被韩国于 以这对父子很奇怪回队后 又抛出被自杀论调 对此 台湾中是电子报报道质疑 陈水扁是不是挑拨韩本 并称可能是因为他对韩国于的反击有意见 所以台中气十足在开直播 台湾中是电子报报道截图导内政治人物 也对陈水扁的被自杀论调议论纷纷 罗志强在脸书讽刺称 陈水扁这么怕被自杀 请台中监狱进城中间腾钩房 把他关回去 好好保护民进党至尊谈无神猪牌 王红威也在脸书发文 监狱里很安全又在装神弄鬼 阿扁麻喊国于骂上瘾 现在又自告自言 装神弄鬼 阿扁如果真的怕自己有三长两短 赶快回到中间最安全 先装病再装备恐吓 阿扁一眼都不累 大家都看得很累了 中间和法务部还在装龙作羊嘛 此外 也有岛内网友调侃陈水扁称 台中监狱保护你 换回去关受保护 这样就不会被自杀 还有人说 陈水扁有被害傲想着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关回监狱 陈水扁因射龙谈购第二等案 被判刑二十年 2015年因申请原因 被准许保外就义至今 但他在保外就义期间多次违反部 上台 不演讲 不谈及政治及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四部原则 包括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访问 参与台独组织喜乐岛联盟活动 声称 答应做民进党台北市让参选人姚维志的选举顾问等 去年11月11日 陈水扁还在所谓的秀破二十周年晚会露面 陈水扁现身与现场停电势力一唱一鹤 岛内舆论痛批蔡英文当局放水 视司法为无误 中国时报分析称 陈水扁赴此事的唱双簧 企图凝聚心律及台独支持者 对陈水扁在保外就义期间的举动 国民党立委费洪太等人 今年3月22日召开记者会 至于陈水扁不像病人 议论政治都可当网红了 他们并表示 国民党传将向立法机构体局议案 要求法务部门停止陈水扁保外就医 3月29日 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杰 副发言人萧敬严前往台监察院 举报台中监狱放任陈水扁 为本保外就医约合条件 并要求陈水扁基于入狱服刑 2004年3月岛内选址 陈水扁因为被两颗子弹击中而最终营下选址 直至今日 319枪机 仍是一桩无头岸 很多人怀疑 这是陈水扁自导自引的戏吗 帮他改变了投票结果 2020年岛内大选前 陈水扁会再给自己加戏 浑水摸鱼吗 看他这段时间的上窜下窍 很有可能 来源 环球网想复刻是青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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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